文青铺牙 我是說好像我這些文藝青年 在充滿中铺文化的舊城區 用文青的方式去铺 由十六铺出發 過對面馬路 沿新馬路一直走 轉入宮局紳士西街就到了 原來新馬路有個地方叫做原創村 他們一心就想打造一個 複合式朝文化膠雜空間 要朝要營要洒落的 就跟我進村看看吧 說明叫原創村 裡面一定有很多原創精品 給大家選購 簡直好像一個百貨公司 可以來體驗一下尋寶的樂趣 澳門曾經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而葡萄牙的傳統服裝 現在只可以在一些表演 或者在大時大節的節日裡面才看到 不過這裡就可以… 讓你穿著葡萄牙的傳統服裝 做一下葡萄牙文青 想租衣 就要記得在網上預約了 選擇繳造型 還會有專業的意見提供 然後簽將租借的合約 交代按金 就可以出去找些富有葡萄牙特色的景點影相打卡 例如附近的江頂劇院、文政總署、大三巴、玫瑰聖母堂、歐門葡文學校 這裡除了有葡萄牙的服裝租借外 還有紀念品賣 例如有原裝在葡萄牙進口的手工包包和紡金耳環 接著我們稍移浴步去阿邦迪前地野餐 由十六婆走過去也不用十分鐘 別玩了,文青怕曬又怕熱 怎麼去野餐 所以這次就帶大家去室內野餐 城市中野餐的秘密基地 一個溫暖自在的氛圍 又充滿藝術感 可以欣賞到後門和餐廳牆上的巨型雕刻畫 還有在玻璃上寫字的技藝沙拼亭 加上創新的美食料理 形成一個獨特的飲食空間 這間真是很好戲的cafe 裝修方面佈置到非常適合文青來野餐 野餐方面絕對不會客氣 花生醬燒汁牛肉煲 用了自家製手工漢堡扒 還有些花生醬是自己打的 加上燒汁就不會漏 過味更好夾 其實我看的菜單都很有趣 它的名字很有趣 這個叫做地獄又折返人間雞翼 如果你吃得辣可以加這個走近天堂的辣 不過聽聞沒什麼人挑戰到 霸王大菇餐 豐富得好像all day breakfast 除了沙蹄cafe之外 還有一間文青施let shop 不如文青去shopping Hello 現在很流行slash shop選貨店 即是以獨特的眼光 回集不同設計品牌於一店 一進門口就見到來自台灣的文具品牌 大人文具就是可以這麼令人喜愛 還有男裝、女裝、眼鏡 和飾物等等的潮物 真是有時間看、有時間選 除了購物之外 還可以在這裡享受一個茶 這個沙褲真的很好吃 果然是店主推介的 Bed Roval用了竹炭做的 聽聞還對場位好 還有這個非常有型的瓶 裝著的就是摺骨木花茶 環保的關係 下次帶回來可以便宜兩元 夢想 不僅是想的 讓街頭舞台成為你的夢想起點 今個十二月 澳門十六浦即將舉辦 澳門十六浦街頭明星賽 等那麼多位年輕表演者 可以在澳門十六浦戶外廣場獻技較量 勝出者可以獲得豐富現金獎之外 更加有機會參與 2018年12月31日晚的 澳門十六浦隨席音樂派對 和港澳巨星同場獻技 想簿名參加 記得留意十六浦的官方網站 你十六浦隨時有驚喜 下一位幸運兒可能就是你 答對問題的幸運兒就有利是收了 Hello 你好 我想問一條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現在很多年輕人來到澳門 都說喜歡街頭表演這件事 那你可不可以說出一個地方 可以作為澳門街頭表演的地方 十六浦 真聰明 送一封利利時事給你 來十六浦玩得開心點 Thank you 想收到十六浦最新資訊 還可以透過不同的途徑 快點加我們吧